本身是民宿业者又是油画创作者的赖崇宇 25号在博爱进行会举办个人油画展 他以心灵欢喜 跃动以春为主题 画作充满着对大自然环境的感受来做构思 以亮丽色彩表现出神给予自然的快乐与跃动 25件作品充分展现出他在学习油画过程当中 对大自然和信仰中的心灵感受 从画作当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热爱 民宿业者又是油画创作者的赖崇宇 25号在博爱庆幸会举办个人油画展 以心灵欢喜 跃动迎春为主题 从画作之中也能够了解到他经营民宿 与游客互动时所带来的创作灵感 画一个女孩子 一个作品 画了以后这张画 这张人物像 因为我是开民宿 我都是挂在民宿里面 结果就吓到我的客人 我的客人就说你们民宿有阿飘 怎么会有一个女人在那边站在那边看我这样子 后来我就对着这样子的油画不知道怎么处理 犹豫了很久 后来我决定要把它舍弃掉 那在油画里面我们有舍弃掉的话 就可以把它用一笔一笔的破坏掉 重新再画过 而这一次的创作个展是以他这十年来 在信仰当中对于大自然所感受到的喜悦 并以相当鲜艳色彩凸显出神给予的生命感受 我觉得把最好的呈现给上帝 然后也上帝把最好的指点给我 让我能够拿出那个手中的笔去彩绘出来 都是一时的灵感 大部分是抽象画 那抽象画就是没有局限 那我都不只在修改当中 所以目前是以抽象画为主 我最喜欢的一幅画是纠结 那有很多小趣味小故事可以讲 因为它是一个我不成功的作品 下来改了以后越改越成功 越改越纠结 也是很多的趣味 主任牧师张牧全表示 这是博爱庆星会第一次举办油画个展 从画作当中的回家 更能够感受得到信仰与创作当中的关联性 对信仰的喜悦之心 是可以以不同的展现方式 让大家来体验神的温暖 因为我们的弟兄重雨 他有自己的创作画 所以我们期待能够让他在教会里面 能够把他的生命的故事 他的领受 能够有一个展览 让大家可以认识 我觉得重雨的画作 很有生命力 而且很有内涵 而且让人家很深的一个思考 尤其是回家这幅画 让人家更觉得说 嗯 好好的 可以深深思想 要回家 赖重雨的画作 充满着对大自然 与信仰的感受 而这也是生命在创作的十年当中 以亮丽的色彩 表现出神与自然 给予自己的快乐与跃动 25件作品展出到6月 也欢迎喜爱油画创作的民众 能够来到博爱庆幸会 参观赖虫与油画各展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